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和太太一起公開承認 約到7日大宅,僭建2,000呎地庫 期間南華早報委託港大做民調 五百多名受訪者當中 五成一的人認為唐英年應該退選 三成七就認為沒有需要 另外接近八成的受訪者 認為事件對唐英年的誠信造成負面影響 民意研究總監中廷耀說 民調結果反映,僭建醜聞嚴重打擊唐英年的信譽 認為他繼續參選是不明智的決定 另外,如果唐英年退選 有最多的兩成四的人支持人大常委犯罪例太頂上 其次就是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以及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光 至於宣布會認真考慮參選的立法會主席曾玉成 就有接近6%的人支持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何榮生報導